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费城宾州大学,UPN,发布在科学报告,Scientific Reports,学术期刊中的最新研究阐明,春天的出生的汪星人,患有心脏疾病的可能性低于风险平均值,在夏天出生的狗狸幻心及几率高,季节即以北半球为主。 宾州大学的研究提到,约莫在四万年前,狗与狼从共同的祖先中分裂出来,现今二者有许多相同的特性,其中一种就是在春天出生的狗较为健康,些狼群也于春天发情繁殖,研究人员分析13万只,253种不同种类的狗,并参着来自美国动物骨科协会,OFA,的资料, 得出这项结论,由玛丽,波兰德,Mary Boland,博士领导的研究,将所有狗按照出生月份编排,并分为异常,正常,平均值三组,发现四月和五月出生的狗,心脏出问题的几率最低,比平均值低了20%至27%, 而七月与八月出生的狗,罹患心脏病风险则比平均值高出33%至44%。 玛丽博士认为,由于人类的驯化,狗现在能365天都在繁殖,但在非自然繁殖期间让它们生产,其实会影响狗的健康, 其实这一时勇于人类,他举例,先前有研究发现,居住在北半球的人,出生在一月和四月罹患关心病的风险最高,被认为是受到空污和流感病毒的影响, 详情请见连结,宾州大学研究权力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出生月份而异。